林鄭今天上天津 離開香港之前見記者 最近雙學三子或東北案被判坐牢的十幾個年輕人 這次的解話不只是說香港的法治精神 司法獨立有沒有被衝擊有沒有受到影響 法官是否在壓力下被判 而被判十幾位年輕人坐牢 不是說這些 是說另一個問題 究竟香港是否已經進入威權時代 為何會有這樣的說法 為何會有這樣的回應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評論 很多輿論 甚至是一些外國的評論 判坐牢 判這幾個年輕人坐牢 他們已經 服刑的了 已經有這個社會服務令 為何要對他們趕盡殺絕 為何要追殺呢 是否用法律來 整治一些不同的意見 香港是否已經 進入這個好像以前的南韓 台灣 或者南美洲的一些國家 即使不是獨裁管治 都是用法律去 鎮壓反對聲音的威權時代呢 林鄭就說 沒有 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聽聽她怎樣說 我不是一個喜歡製造社會矛盾的人 都有一些人就擔心或者批評 現在是否進入一個所謂威權的法治的年代 特區政府會用法律的制度 來做一些打壓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 亦都不是我施政的取向 大家看到她是一個 做事的人 我想她絕對不會花很多時間 想去製造更多社會矛盾 因為基本上現在她要去處理的事 非常之多 很多我們那些 講了20年回歸之後的 深層次矛盾都未解決到 尤其是房屋這麼大 教育這些 所以我絕對不相信她有這麼多時間 想這麼多事情出來 想去令社會更加多 在那裡爭拗 林鄭的這個說法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第一就似乎她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是兜巴掛落梁正英那裡 就說她自己是不喜歡製造社會矛盾 即是說她不喜歡 是否有人喜歡 是否以前 喜歡 這些說法雖然 不需要說明 但也是呼之欲出 近日有幾宗法庭科學案件引起社會關注 有人說香港就進入威權聯台 用法律去打壓和分化社會 她明確強調是不會發生 也不是施政的取向 因為香港有法治精神 獨立的司法體系 不存在行政機關借法治 或者法律制度做出有違法治 或者政治目的的行為 OK 現界政府一直都強調 她幫她說話的譬如陳志思那些就說她要做實事 拓展經濟改善 我想回應林鄭 有些事情是這樣的 什麼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們 仔細分析一下這兩件案 新加東北案或者這個 更加受到爭議的雙學三子案 她這個刑期覆核就不是在林鄭上任後 是刑期覆核就是在 梁振英的年代的據這個律政司的聲明這麼說就說他們在 判決之後一個星期已經提出 好了 亦都有個報導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就說老頭社說的其實就是 律政司裏面的刑事檢控的要員就說不要了不要再覆核了不要窮追猛打 是唯獨是袁國強力排眾議或者是 獨牌眾議一個人一個人 說不掉一定要開個final 一定要開個final覆核 那個年代 還是梁振英年代 完全符合梁振英的鬥爭路線 問題是這樣的香港司法體系 你開了波即是你進入這個司法程序你很難叫停很難煞停 不是不行的其實都可以 其實都可以 律政司都可以說我們不搞了不做了 不再提供任何證據了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 如果你真的進入了司法程序 我說很難叫停要有一個很複雜的一個過程 而且 亦都要給有關當局很大的藉口進入了司法程序 我們不方便去干預不討論等等 那就是說 如果一 簡單地說 你的車開了 或者你的火車向前走 他就有一個衝力 一路向前走 你拉停他 是很困難的 即使退一萬步 林鄭真是想拉停這輛車 OK 真是想說不要再他們 窮吹猛打了 其實他都未必能夠叫停 未必能夠有方法叫停 原因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檢控是獨立進行的 即使行政長官 都應該理論上是不可以干預袁國強的工作 問題就來了 袁國強留在這裡 看 很清楚他是梁振英的 心腹 他留在這裡 要執行這個強硬路線 在梁振英的任內 已經很清楚 他是完全配合梁振英去執行這個強硬路線 你說 這一年裏面 即使我當他任期有一年那麼大把 這一年裏面 他究竟是梁振英的人 還是林鄭的人 他是聽梁振英的話 還是聽林鄭的話 當林鄭如果即使退一萬步 或者叫停的話 我不知道會不會 袁國強說我現在獨立檢控的 不是說你說什麼什麼 簡單來說 即使林鄭不想趕盡殺絕窮追猛打 不想送這十幾個年輕人 坐牢都好 都不妥當他 他大聲說 有人擔心 批評香港最入威權時代 用法律打壓和分發社會 明確強調 不會發生 不是施政的水向 他是不喜歡製造社會矛盾 你不喜歡 有人喜歡 有人看到矛盾 鬥爭 社會不安 他就會覺得 神上線做上升 覺得很開心 如果有人喜歡 而且那些人 不受力控制 是前朝留下來的 你不喜歡又如何 你不喜歡可以 做到什麼 我經常都說 我不知道林鄭是不是這個處境 林鄭是不是 心不甘情不願 被人牽著鼻子走 還是林鄭 其實根本很開心 想制度這個局面 我無從判斷 他口說就說不喜歡實際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對這個人 當然我跟他都有所接觸 在以前做這個電台 也訪問他不止一次 但我覺得這個人 很難理解 心不可測 是吧 就是 他就說 自己 不想選特首 就說 這個 在這個 7月30號31號之前 做了 7月1號之前做了這一任 就說要退休了 接受了訪問的 是吧 突然間說梁正英說不幹 他就說 有一個新的情況 出現了不得 重新考慮選不選的問題 他說話是瘋三倒四的 經常都是反口覆懈的 我怎麼知道他剛才說的那一番話 是不是真的 是法治內心的呢 是不是真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即使他真的是 法治內心也好 即是說 今天這個局面 不到他控制 吵架就是在這裏 你看到他 有很多個政策 其實是 身不由己 他做不到的 他想推動都未必可以 尤其是那些政治上的問題 尤其是有 政治路線或者是說政治鬥爭 強硬的這個 表現的問題 他是很多事情 不能夠 自己說了事 所以到今天 林鄭說香港是不會進入威權的時候 香港是 不會用法律打壓和分化這個社會 我清楚明確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 這個不是施政的取向 問題就是 你是 香港 其中一個司令部 但問題是 香港有沒有 另一個司令部 向著 其他主要官員發司號令 而你是控制不了的 我相信是 客觀存在 這個司令部可能是 梁振英留下來的司令部 可能是西環繼續控制的司令部 如果林鄭只不過是香港司令部的其中三個 一個的話 你說你是否可以完全 說事 我經常強調 這件事很明顯 即使很多法律教人士 為這個 說香港的司法 仍然是獨立的 完好無缺的 辯護的一些資深大律師 他都不敢碰這個問題 究竟 那個覆核 刑期 有沒有 政治考慮呢 或者我待會 回來才 講講 幾個資深大狀 包括這個 現在的大律師公會 前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一個方法 進來這個網誌 是我的網誌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訂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支持我 還有 如果你說要進入 我的戶口那裏 你的戶口號碼的話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這個劃戰支票寫我的名字 寄去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都可以 在這裏我很衷心的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心直口快